色情 你轉頭看一下 你的外面 好緊張 當初這個設計師 它想把它做成一個 我們這個房間 頭尾都是突出 所以這邊這個牆壁 切進來的時候 當風吹進來的時候 窗戶只要一打開 風就特別大 這叫風切啊 對 這就是風切 屋內擺放植物 不只改善室內空氣 同時還能興旺運勢 但有些機會要特別注意喔 在居家環境頭 有兩種植物比較常見 會放在室內 可是基本上來說 它是屬於 菲菲的植物 菲菲的東西叫做 第二個叫 外面在賣的時候 會綁上紅色的斷帶 鈴鐺 剪紅轉牙 依僅環鄉返台 卻事業慘遭滑鐵爐 而且夫妻倆健康出問題 糖藥病莫名腫瘤找上門 該如何從風水上調整 挽救他們的家庭呢 真好漂亮 漂亮的Y&G 快來快去我一頂三個 這件東西也不夠了 菲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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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菲怎麼這麼開心又唱歌 這只差沒有跳鋼管而已 好 鋼管留給晚上跳啊 好開心 怎麼了啦 怎麼這麼開心 虧疲 坐坐啊 去了大陸一個禮拜啊 今天終於要回來啦 哇 是不是很開心 好開心 七笑 目笑 當然啦 莫名神好美 聽到你這樣說 我就很想要唱一首歌 叫做 心裡好 沒猜我沒猜我爭吻咕死人 海風笑我死亡人 海鳥笑我抗蛋 兩隻嗨叫飛走了 不要再說了… 花姐 不要再難過了 我看妳這樣子喔 一直不斷地在等候 唱得這麼有感情 悲從中來 這樣一聽就知道妳在等誰啦 不要難過啦 我知道妳在等 喂 不是啦 對 謝老師幹什麼 我們現在被榮耀說 在當謝老師 這不是謝老師嗎 對 我以為妳說在等我老公 等妳要來不來嗎 等我 老師好快 其實今天我真的特別早來 平常都我們在等妳 對 今天我等你們兩位 是你這麼急 還是你住淡水 沒有 還是你住隔壁 因為我們今天的委託人 他們家的風水有很大的問題 所以他已經幾乎是不能等了 真的 聽說我們的委託人 他長期都在大陸經商 大陸經商 對 然後他媽媽都在台灣等他 50年耶 所以他整個就搬回來 可是搬回來之後 換他在等 等 換他已經回來全家團員 媽媽已經等到他了 好 那在等什麼 等什麼 等好風水 好 可是沒有想到 結果搬進來之後 健康出了問題 工作上也面臨停擺 所以幾乎是 事業跟健康 那兩頭空的這次 真的好緊急 對啊 那怎麼還在這裡幹什麼 對 我們都在等 對 現在應該要很緊急的 天啊 這裡風好大 我們也不要站在這裡吧 好 我們剛剛出發 今天的委託人 在大陸經商多年 事業有成 並且在那落地生根 結婚生子 如今為了照顧在台灣的 年邁母親 而放棄了大陸事業 舉家返回台灣發展 但沒有想到 事業卻碰到瓶頸 如今只能靠老本過活 而且夫妻兩人健康 陸續出現問題 甚至糖尿病找上門 究竟新家的風水問題出在哪 我們趕緊來瞧瞧 老師 你要站在這邊 他才看得到你 不是 看不到老師整個人 沒錯 他是 嗨 嗨 先生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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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得上鏡頭來 對 見出來一點 歡迎 終於回來了 好 謝謝 對啊 等很久耶 對啊 對啊 媽媽在家裡這樣 默默的等待 當然兒子趕快回來陪他 對 謝謝 對啊 看起來在這個對岸 真的是打拚了二十年的時間 很不簡單耶 辛苦 對啊 那二十年的時間是 從事什麼樣的工作 是做 然後呢 這二十年 我暑假 我在那邊結婚的 然後暑假多年 過節 都會帶小兒子回來 那我小兒子 對這個台灣 非常非常的熱愛 是喔 所以趁著他讀書的時候 我們現在幾家全部回來在這邊 您的太太是大陸人 是 所以在大陸生小孩 是 現在小孩有多大了 一個讀高中一年級 十六歲 一個十一歲 小小一個四年級 喔 很快 很快啊 太大了 對啊 你以後就可以出來賺錢啊 那是什麼的這個原因 讓你就是一人決然就 放棄了那一邊的事 你也就決定要回來 因為 因為我小兒子真的是很喜歡台灣的生活 吃著住的也玩的都很喜歡 再來呢 我媽媽也是八十幾歲 所以我回來是順便照顧我媽媽一下 畢竟我在台灣大陸二十年都沒有照顧得到 是喔 因為在沒人家宇宙嘛 對啊 你說沒時間怎麼可以 媽媽還在台灣 所以總是要陪伴嘛 然後趁這個機會 剛好回來 然後就好好的陪陪媽媽 是 其實我覺得一進來感覺其實很新耶 對 這整棟大都很新耶 這房子大概多久 差不多兩年多而已 對 兩年多 所以你們也才住下下的時間 住了一年多 一年多 那已經一年多有感覺就是風水上 有什麼需要改進的嗎 感覺失常 財務狀況就是 然後呢 我太太我幫我身體都一直 一直越來越感激 很多突發狀況 是 明大哥我請教一下 你一回來的時候 你是做什麼樣的工作 我是 我妹妹呢 因為想做 我們兄弟姐妹大家聚在一起 所以她有買了一個店面 然後我們就做一些家具 然後四年中午 還有賣一些冷凍食品 是 冷凍食品 海鮮之類的 所以你是在你妹妹的店裡面 幫忙 是 那應該不錯吧 但是最近就是 景氣比較差 景氣不好 所以生意也不好 所以收入都比較減少很多 收入減少很多 是 這有差幾成 掉了一半了 我的天 這差太多了耶 是啊 而且開銷都還是在的對不對 是啊 開銷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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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每個月房貸就五萬多 嗯 然後還有我們一家四個的那個 生活開銷 保險也十八萬多一點 然後生活開銷 瑕疵的學費 五十年 很多 這是這個 每個月的路不復數 啊 那這真的 很辛苦耶 老師 那在這裡是可以看得出來 有漏財的跡象嗎 好 首先第一個 我們常常聽到財神財神 從哪裡來 從我們大門進來 嗯 所以以前他會有一句話說不用 第一個如果單扇門 最忌諱 軟門往外推 有沒有以前雙門都是往內開對不對 嗯 那第一個問題就在於 不要把財神往外推 那仔細看一下 我們從門拉直線的背後 是 有沒有發現剛好鏡子 是往外照出去的 啊 鏡照門 嗯 對啊 財神外推啊 你這個循環 怎麼做鏡子呢 當初是那個 撞黃的來說 這樣比較漂亮 所以 所以我 我也不知道 你用很多耶 每一格都有 然後這邊也有 這個沒照到鏡子就算了 對對對 照到門的話 是 大忌耶 第二個呢仔細看一下 這邊呢它這個牛車 看載著這個財神爺 對 好可愛喔 金銀珠寶 帶著進來 很好耶 所以旁邊這個鏡子 其實照顧外這邊是 牆壁是沒有問題 是 可是現在遇到第二個問題了 嗯 那麼 載進來 那就不要再載出去啦 對啊 然後你看它正對這邊 正對的鏡子 沒有鏡子 所以如果你從鏡子的方向看的時候 這個牛車 是往外出去的 Oh My God 就錢都一直往外送 往外送 都以為財神有來 結果它後來又出去了 是 就是說 沒有 財都沒有 對 財來 財來財去 財來財去啦 對 對 其實比較簡單的方法 一般來說 如果把它稍微把它貼起來的時候 讓鏡子不要照門 照出去 或者不要讓這個 財神爺進來的時候呢 把它又再 把這個財神又再出去的情況下 把它貼起來 基本上就沒有這個 反射的問題 我倒是覺得它這個玄關做得很好 而且還蠻大的 而且還蠻大的 對 對 然後 就是等於沒有 一開門進來 就全部看光光了 對 所以它如果沒有這個金子的話 這個玄關可以接收接近100分 哇 對啊 所以現在是98分 對啊 還是要不能 就是不能太完美 要不然我們來就沒東西講 還好就是有一點點小小吃 對 小小吃是正常的 那我們就繼續往裡面看 好 這個水盆是什麼 招財用的這個水 這樣也可以喔 可以可以可以 當然可以 那裡面放什麼 有 有 所以你看到這個地方 剛好這個位置呢 其實在他們家的 接近東邊的位置 所以放水可以吹彩 然後放樹木 不錯啊 東方樹木啊 本來放木也是加分的 後面這裡有魚缸 魚缸 對 老師你不是說 這個魚缸要放在東方 西南方喔 對 所以基本上放這個都是對的 對的 那當然這個是會吹彩啦 不過一般這種魚 大部分不是屬於吹彩用的啦 是 因為吹彩用的大部分 吹彩用的是什麼魚 吹彩用的是什麼魚 一般來說的話 大概有幾種 大概第一個首先盡量是銀色的效果最好 舉例來說 像比如說 紅龍啦 銀帶啦 這一類的都比較屬於吹彩吹王的魚 所以你會發現 以前人家在養的時候 都養那個 那個紅龍啊 身體一片亮亮的這樣子 對 好漂亮喔 那個基本上就好像錢幣有沒有 銀子閃閃發亮 尤其是養得越大 那個鱗片越漂亮 是 效果越好 你有沒有分幾隻啊 有 幾隻會比較好 我們中國人講 易經以頭說 天一生水 第六成隻 所以一六屬水 那當然基本上 這個地方來說就是說 我們講說 我希望它吹彩吹旺說 東方屬木嘛 水能生木 所以養一隻沒有錯 是對的 要不然就一六 對 就是六屬 對 就是六屬 只可惜就是 比較大 對 哪裡大 可惜的問題就是說 這個雖然能夠幫它吹彩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房子有一個很大的缺角 缺角 鐵角 對 從大門進來 到這個牆壁一直到底 這一塊全部都是缺角 真的耶 這等於就是沒有很方正 對 對 我氣一塊這樣 就是這一個的方位 對 這樣會怎樣 會有大問題 第一個 對我們男主人的營養健康 會產生非常大的影響 是 你好 你好 連大哥 我以為我剛剛有這個方向 我看到連大哥 你這邊 有開刀 對 那可是 零八節 零八節 零八節是個角 是有長什麼東西嗎 有長的一定差不多怎麼辦 對 對 那檢查出來是 陽性 好 好 然後醫生說拿掉就好了 對 然後持續的追蹤就可以了 是 是 零八節 你看 開這個刀還滿大的 你看 你看這樣一大條 我的角度都沒有看到 對 你看 這樣好 是耶 除此之外 對 最近這三四個 是半年 暴瘦十公斤 對 醫生去檢查說 有糖尿病 現在是在吃藥控制當中 是 是 控制 老師拜託 要怎麼 我們連大哥的身體好 起來又心情 可以放棄什麼 那我首先先問一下 就是我們的委託人 你在家裡頭排行第幾 老大 好 那這個地方就因應一個問題 東方叫做 所以第一個 這個缺角缺在長子的位置 所以第一個 我們的委託人 他是長子 所以對他影響最大 第二個 會影響到一個問題 如果這個房子 我要搬起來的時候 會遇到一個問題 東方叫長子 那你家裡沒有長子 就不會有第二個兒子 所以生小孩會有影響 所以如果生小孩是 剛好是男生的話 就是也會影響 這個房子基本上來說 比較偏向女生租的房子 然後 因為東方叫長子 那我們委託人 不知道有幾個小孩 你剛剛兩個嘛 你說兩個兩個是女生 兩個是女兒 所以完全影響到 就是只有年先生本人 對 然後第三個問題 就在東方大部分講說 他是針對肝臟跟內分泌系統 所以剛才提到的這個 可能我們剛才提到這個 他的一些這些方面的 對 淋巴結 甚至有一些他是怎麼 扁桃線或什麼 會出現腫瘤或顆粒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的委託人 他影響最直接 最明顯 那像這個缺角應該要怎麼辦 而且也很不到你 他的房子的格局就是這樣 對啊 總不能打掉吧 大工程耶 格局煞氣重創健康 究竟該如何化解呢 特殊大樓造型 反加重煞氣威力 當初這個設計師 他想要把它做成一個 我們這個房頭尾都是突出 所以這邊這個牆壁切進來的時候 當風吹進來的時候 窗戶只要一打開 風就有特別大 這個叫風切啊 對 這就是風切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的委託人 他影響最直接 最明顯 那像這個缺角應該要怎麼辦 而且也很不到你這樣 他的房子的格局就是這樣 對啊 總不能打掉吧 大工程耶 通常當你出現缺角的時候 我沿著缺角 補上三十六枚的五滴錢 如果你的缺角是屬於貓字型 我就把三個邊 加起來三十六枚 就是十二十二十二 那像他這種是L型的缺角的時候 那麼換起來就是十八十八個 那麼剛好是一個L型 然後把它補起來 而且講到說還連續到廚房 我整個從這裡看到爐灶耶 對 你看 看爐灶往這裡 是耶 你看得到 那這個爐灶外露就是 露材 對 當你從大門直接看到瓦斯爐的時候 就是口袋外翻 因為爐灶 等於那個玻璃窗開得太低 直接看到那個瓦斯爐 是 那這個時候就代表口袋外翻 剛剛說的設計師設計 這個也是滿有趣的 他想要有一點穿透感是不是 是 對 他說這樣你主人 才知道說客人來了幾個 不用啊 他就探頭出來看就好 不是 幹嘛要這樣探頭 其實 其實我倒是覺得 它其實中間跟上面那個設計是很棒 比如說中間的話大概 我們一般人站的高度嘛 對 倒是中間我把它設大一點 然後那個女主人回頭就可以看得到門口 對 下面那個其實可以把它封 對 貼起來 對 所以要貼起來就不露材了是不是 對 主要的是把下面這個地方 必須要用不透光的材質把它遮住 這樣才能夠避免大門直接看到 第一個看到爐灶 第二個避免我在煮東西的時候 那個火的光會透過來 對 你轉頭看一下你的外面 轉頭 對啊 外面 你看 你看 還有很多 一條一條的 哇 對不對 你看 對啊 一整個 一整洞 擋住 對 整個都閃進來 這個老師 這看起來問題還是真的很危險 因為它這個設計比較特別 那它當初這個設計師想法 應該是說 它想把它做成一個蝴蝶的樣子 所以就變成我們這個房子 你有沒有發現它是完全 其實頭尾都是突出的 整個房子都是突出來的 所以這邊這個牆壁切進來的時候 當風吹進來的時候 就切在我們自己的 切在這個房子裡頭 風從後面吹過來的時候 也切在房子裡頭 所以窗戶只要一打開 風就特別大對不對 風就很大 所以這個叫風切啊 對 這就是風切 牆壁出現的這個強力的風切 現在是因為你們用還蠻好的那個器命窗 所以聲音都隔絕掉了 比較聽不到 不過我們委託應該是很認真看我們節目 怎麼說 因為你看看那個後方 後方 這是什麼啦 後方很好啊 對啊 放了 這黏住了耶 這是那個山海鎮 是 放手已經黏住了 是不是 黏住了 迷你的山海鎮 迷你的山海鎮 因為它發現那個大樓邊上切進來 所以它就把那個放在這個位置上 那其實基本上來說放這個位置 還是放在這個所謂的 剛好它正切的位置來說 都可以達到一定的功效 因為一般鏡面的東西 通常照的是180度的平面 所以在這個範圍內 不但可以擋到對面切進來的 這個壁刀這個切進來的問題 也可以阻擋這個風切的問題 因為發現那個地方 它的彩護光特別明顯 它那個才會有窗啊 對 透光了 因為它已經都不打開了 只是沒辦法 只會透 那個媒體給這麼多 它已經放了岩燈了啦 對啊 開聚寶盤這樣子 它放很多這個 屬於招財的這個物品 但是只是相對的 它的財庫 如果它還是透出來 就像我剛才講的 當你把錢幣放在這裡 沒有錯啊 才不露白 可是問題在透光界的時候 表示你還是被別人看到 不要開就放起來 就犧牲掉那個狀況 對 反倒開前面那個窗戶 比較不會有直接這個所謂的 露彩的問題 是 那下面怎麼辦 而且弄一半 整個遮起來 遮起來 對 或者是你也可以那個 很多觀眾朋友不是有那種 現在有新的那個窗簾是屬於 光 對 完全遮光 那個光完全照不進來的 對 這樣也可以 你再加一層 效果也OK 你這個窗簾不用換掉 你就是叫它幫你加一層 隔熱的 也隔光 然後它也隔音 其實它這個地方 看起來是很好 是 因為又畫了這個 所謂的牡丹花的這個畫作 你看各種顏色的牡丹花 對 古代的人就想花開富貴 就是象徵這個 所謂的對於這個 財富上的加分的這個含義 比較可惜的地方是 這個 這個畫跟這個 我們的風水上 有點沒有辦法配合 蛤 我覺得風格很搭耶 是 你看我們這邊都是這種木質的 對不對 而且我覺得好大氣喔 對不對 古色古香啦 感覺這好 哇 這好多花 而且看了心情都好 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現在坐的位置 尤其是我們的佩真 坐那個位置 應該是一個前陽台位置 它完全沒有前陽台了 我真的都沒有前陽台了 對啊 這個是已經就都推出去了吧 對 沒有它應該是本來就沒有坐前陽台 是嗎 但應該是吧 可是它後陽台其實還蠻大的 所以很明顯這個房子 我們在風水上面 當沒有前陽台 只有後陽台的時候叫做 所以搬進這個房子就等著 陽老 前陽台代表主人的前途 事業發展 那怎麼辦 是不是要自己再做一個陽台出來 對 對 基本上我們要給觀眾朋友建議 就是說 通常有兩個方式 第一個方式 我把這一塊現在大概差不多 剛好這張椅子的寬度 那我可能是兩種方式 一個是像合適地板把它墊高 那麼用這個高度來做區隔 顏色做區隔 第二個呢 兩道顏色的時候呢 也有人用地毯的方式 剛好就這個寬度拉出來 那麼讓它跟客廳這個地方 做顏色的區隔 其實 用高度做區隔 效果比地毯的顏色區隔更好 一整排吧 對 地毯呢或是加電就可以 對 是 自信就行 對 那如果你加不管它 你用地毯的方式還是 就是合適地板的方式 沿著這一塊周邊四方形 長方形 是 那麼放36枚 我第一次也框起來 那這一塊空間就是你的舞台 對 那弄上去的話 我椅子才可以再晃上去嗎 當然可以 當然可以 把舞台做起來 對 然後可以 以後就真的是可以輕鬆一點的羊毛 對 不要像現在就是這麼辛苦 每天還要煩惱 對啊 錢不夠用 而且剛剛還有講說 健身還有連太太 對 好像也是身體都有一點 搬進來之後 每況愈下 對 有嗎 連太太 那時常這邊痛那邊痛 然後之前還有耳膜破掉 是你 你講話太大聲 不是 不然怎麼會突然間耳膜破掉 還有耳食鬆動 一動頭就有痕 還有耳膜還有去秀 耳食鬆動 耳食 不是 石頭的石 平衡的 所以我也不知道說會有一個平衡 但是它是一個平衡的 對 平衡 一動的歪的話整個人就會昏陷 就會暈 很危險 只有一個動作不對 人就整個人就會昏 小心 暈倒了撞到桌甲 對啊 路上 比較危險 對 我們幫太太的健康看一下 廚房 就在她的廚房 家中東方位置為長子位 若此處格局彎曲不方正 容易影響長子的健康 若家中沒有小孩 則容易造成生兒子的困難 最好沿著牆壁缺腳擺放 36枚五地錢來做化解 而屋外大樓所造成的風切 也容易影響健康 最好掛山海鎮做化解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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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在這裡還不錯耶 就是可以看出去的感覺 是 唯一就是一直聽到咻咻咻的聲音 咻咻咻 對 因為它很方正也乾淨啊 但是它這個地方既然聽到聲音 就表示它也遇到一個同樣的問題 跟屋前一樣出現了很強烈的風切現象 風切 所以老婆的身體也要特別注意 對 現在我們仔細看一下 它從這個地方 從前面這麼遠的地方有沒有 前面 切過來 剛好就切在廚房裡頭 是耶 對 很明顯的切在廚房裡頭 老婆現在的健康狀況還好嗎 就是 耳食 耳食 那那個有在治療嗎 是有 但是他現在是時常三半夜睡不著 一晚上醒了好幾次 所以有一點的腦 真的影響到腦神經 對啊 而且要做噩夢 對啊 要做噩夢 然後他現在就覺得這脊椎骨灘也是 脊椎 脊椎是很蒜子當中 有沒有去檢查 檢查不出 不知道什麼原因 那我們是不是也要買一個小的 山海症放在這裡 那這個廚房裡頭 其實大方向都做得很好 包括可能你看到的這個瓦斯路 然後這個所謂水槽 有沒有發現他這個 故意把這個水龍都往這個方向 那這個地方就不會朝著水龍 然後瓦斯路的方向 所以其實廚房的擺設還算滿好的 但是外上的影響很差 所以就用這個山海症 山海症就可以對面嗎 是 待會兒我們看看 因為 後腰台 對 後腰台 因為它在同一個面上 通常一般鏡面的這個 這個時候智商物品來說 大部分平面的鏡子 都是偏向一整面180度 所以在同範圍內 化解都可以化解 所以那我們看一下後腰台 是 如果後腰台也有同樣的下氣 就是放後腰台就可以 對 對 這個皮膚真的不錯 對啊 一片綠地耶 不錯 白北市去哪裡看到這個 對啊 這件草皮 可以在上面奔跑的話 是 好開心喔 要跑跑姐妹 對啊 很美耶 對啊 這裡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你看後腰台尺寸 我看一定是就是 也發達了 發達 其實這個方向其實看起來 還滿不錯的 稍微可惜一點點 就是說你看到前面那邊 有平平的大概差不多 就是等於差不多 這麼高的這個山 看得到 對 如果這個在屋前 它有這麼大的寬闊的這個 空間的話 那就非常的棒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們這樣看的時候 那個就像我們的平面桌子一樣 那古代有一句話叫做 但是它講出屋前 不是屋後 那第二個問題 你們有沒有發現 這個地方剛好這個 這邊剛好做了一個 這個所謂的 這屬於叫做輕軌嘛 對 輕軌 那你有沒有發現 在這個地方有一點點弧度 對 這個弧度剛好是在他們家的後方 叫阿娜 後陽台遠景無限好 卻暗藏危險煞氣 在居家環境裡頭 有兩種植物 比較常見 會發在室內 可是呢 基本上來說 它是屬於偏銀的植物 第一個東西呢 叫做 第二個叫 外面在賣的時候 會綁上紅色的 斷帶 鈴鐺 點紅轉陽 叫做輕軌嘛 對 輕軌 那你有沒有發現 在這個地方有一點點弧度 對 這個弧度剛好是在他們家的後方 那叫阿娜 那一箱看啊 我們提到 當它出現這個 反弓 有一點弧度 反弓的時候 反弓砂又叫 鐮刀砂 鐮刀 又叫鐮刀砂 從刀子從你的後面劃過去 你會不會絕對做令難安 當然 所以一般容易扮小人 那容易 那剛剛提到 凡是反弓 既然是鐮刀 刀就會漸血 切 封切 切字也有刀 也會漸血 所以一般來說 第一個要防受傷 或有血光子在 那第二個來說的話 我們講要預防泰銷 泰銷 所以它這個等於是 都跟廚房是一體的耶 因為它是同一個方向 對對對 那就一起劃掉囉 對啊 我倒是覺得也許靠這個位置上 直接造出去 又可以擋到板弓 又可以擋到這個所謂的 這個封切進來的這個煞氣 所以就是下海鎮就可以 對 下海鎮或乾溫泰液 放在這個位置 就可以同時劃解 因為你這邊風很大 如果放下 是衣服擋住沒關係嗎 那 偶爾啦 因為你塞衣服不會24小時 然後天天是在放 而且有時候請請教 這個人家說是入教射殺 射殺 對啊 那一般來說的話 如果我在比較室內 或者是比較那個空間裡頭 通常很多很多這種管子 是比較有影響 但是你陽台 尤其是後陽台 一般來說 影響就會稍微小一點點 因為畢竟後陽台比較沒有人 可是不會影響到後代之隙嗎 因為目前這個寬闊的程度 跟各方面來說加分多 所以影響就會小 然後風聲旋氣 只要一些跨解的東西 我們把它掛上去 那一切就OK了 好 那小孩子是很 小孩子還在唸書 是 所以要看有沒有文昌 喔 書房 書房 那你看 就是說這小孩啊 這兩個女兒教得非常的好 對不對 東西收得這樣子很整齊 乾淨 是媽媽收的嗎 不是 而且是考很好的學校對不對 是 他考到 考上哪一個學校 他之前 他是 分數有到達 金美 但是問題是 金美女中公立的 是 我們這邊到那邊 差不多來回每天要四個多小時 所以我們只要說 以究竟為主 是 不然你這樣子說 來回坐車 四點鐘 搭車就不用搭車 說是 就是 真的是坐車勞頓 那太遠了 但是現在讀明倫也是要兩個 差不多要兩個小時 來回兩個小時 就結成一半的 是 他有這樣的資格去念很好的學校 對 但是因為淡水 住淡水池的確比較沒念 本身又姿質很好 爸媽身得好 然後又教得好 然後自己又用功 這樣應該沒什麼好煩惱的 是啊 對 本身就很好 這比較可惜 一定要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首先第一個 他坐的位置 因為剛才引門 拉直線 剛好切在他們坐的位置上 出桌上 對 那一般來說 通常我們坐的位置 不太希望門 正對到他坐的位置 那避免產生 坐在上面的人 會有點稍微比較坐不住 那這個是稍微 比較可惜一點點 所以應該這是坐固定的了 對 定好位置 所以如果是更好的位置 該怎麼坐 更好的位置其實 比如說如果有前後的話 我也可以把現在這個看得到 可能放衣櫃的地方 當成前面桌子 如果有前後的話 第一張第二張 甚至爸爸如果可以的話 空間夠 還可以坐第三張 你說三個人坐一排嗎 對啊 小妹坐這裡 然後呢 大姐坐這一位 對啊 爸爸剛好坐在這個位置 欸 這就很像一個工作室喔 沒有關係 有工作室的感覺 而且整個開出去 一路開口 就是森榮開口金銀萬斗 對於這個爸爸的工作上會加分 對小朋友的讀書方面來說會加分 了解 那現在如果不用把 因為他說已經盯好了 那如果不用拆掉 就直接 我照老師這樣放的位置 這樣可以嗎 可以 可以 因為他不坐那邊 還有第二個好處 第二個好處 你會發現 他的頭頂上 剛好一直大樑 從大門外面直接穿進來 新陳穿心煞 對心肝 對心肝 所以其實女兒 本來是考上北一女的 這超級的 所以有些話比對心肝 可是他就是這樣 是喔 應該是可以的 他時常都是為了擦 每一顆是擦一題兩題 所以我們常常聽到 穿心煞對學生的影響 主要是在讀書方面 有時候我們常講 成績或什麼 擦那個臨門一角 最會影響考運 這個影響 對我想對小朋友影響很大 那穿心煞怎麼辦 這個部分要化解的話 一般來說 會在門外跟門內 各放一對這個麒麟彩芭瓜 面對面那麼去做化解 然後古代的人 常常會在樑上面 你會發現 他會有這個麒麟瓜在上面 原因也就在這個情況 七零彩芭瓜 對 一字畫外面 對 畫裡面 對 要相對看 對 那這個化解 我相信對他的這個 讀書方面來說 會有很大的加分 但是這個只能夠化解 這個房間的問題而已 我坦白講 我越來越不喜歡謝老師 不是 那為什麼老師 不是 都要讓我們 從來正想說開心 開心 然後突然就都 那其實還有很大的問題 對 因為這個穿心煞 我們只看到一半而已 蛤 穿心煞有穿到別的地方 是不是 對 穿到哪裡 我們看一下 我們看看 我們來找一下 我們來找一下 一定是也影響到女兒 對不對 蛤 是喔 你看啊 看怎麼演啊 對對對 過來過來過來 有 就是這樣一直 一直接到這 一直接 接 接到這一間啦 這一間是誰的房間 我女兒的房間 妳 老師 這樣做 我們一位女兒是 寶寶和我們奶奶 都這麼娘乖 對啊 你怎麼這麼娘 告訴我們 對啊 好 好 那怎麼辦 你說這個穿心煞 一半穿到房間 對 它就變成這個很嚴重 一半它穿到這個讀書的地方 一半穿到睡的地方 它完整穿透 蛤 所以不只是 就是說考運啊 讀書上面會受到影響 其實它的健康生活也都有耶 而且慢慢小孩長大了 是 這個到了一定年齡的之後 就開始情鬥初拍的話 爸爸不想聽了 真的 妳講的是要瘦輩子的情人耶 是啊 妳知道嗎 當女兒如果失業的時候 爸爸有多難過 而且哭得比女兒還大聲 誰 好大的膽子 讓我女兒傷透了心 是 沒有 真的耶 還想像耶 我現在都在想 不要說爸爸 我這個當媽都在想說 啊 現在女兒越來越大 如果改天 那交我男朋友 如果突然間真的不好 心亂 還是讓我們放散 心都脆了 是吧 妳也會吧 爸爸 會 對啊 如果可能有一天 對啊 妳女兒 比我們早遇到 心亂要怎麼辦 我想妳要說 對 對 對 說笑 不要這麼充滿 對 有什麼事情看一看就好 待會兒解決了 我們還是 在去槌人之前 先把那個槌心乾 那個灑 處理掉 這個灑氣太嚴重了 對 因為這個基本上來說 尤其對這個 剛好這個年齡的這個 小朋友來說影響最大 所以這個部分 可能要先化解掉 不過要化解這個之前 因為我發現她的這個床 剛好被 對 對耶 這樣反著睡 反著睡其實潛意識來說 它比較不安定 而且比較稍微沒有安全感 那我想這個是一個問題 那第二個 腳如果對過來這邊 窗戶又做這麼低的時候 其實有點 太光光 不太好 對 其實一般 爸爸已經用那個 毛玻璃的感覺 但是還是可以看得到 透光 那當然一般大部分人 會把床 轉個方向 靠這邊睡 那這樣的話 我第一個 左右雙手伸開 一邊是 出現窗戶 一邊是 我的門口 這樣可以同時掌握 室外 跟室內的一個這個動線 那但是第二個問題 其實它會出現一個問題 其實這後面 是另外一個神秘空間 對 切的也哪一處 它本來應該是牆壁邊的 應該是邊上的 可是其實還不是 神秘空間 暗藏玄機 讓眾人有聽沒有懂 是另外一個神秘空間 對 現在在演哪一處 它本來應該是牆壁邊的 應該是邊上的 可是其實還不是 蛤 神秘空間 所以頭還不能睡這裡 這後面是什麼 後面是什麼 主臥室的廁所 蛤 本來當初考慮就要放在那邊 那邊是客用的廁所 所以我現在不曉得要怎麼弄 所以這個女兒房間 等於是被兩間廁所夾在中間就對了 算夾心餅乾 那怎麼辦呢 這個床頭用這樣也不能 你爸爸會把床放在這裡 要不然它風水謀反聲 它都有在看 對啊 也是最後才逼不得已放這裡 那觀眾朋友 如果你家裡頭 已經遇到一樣的狀況的時候 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第一個 我們要看馬桶的位置在哪裡 朝向哪裡 不是 馬桶的位置 比如說馬桶可能在那邊 在這裡 也可能在這裡 那我們就要 首先要看馬桶的位置 那隔壁間的馬桶的位置 大概在這裡 在這裡 那 這個 那隔壁 在這裡 這間就不用睡了 所以不然靠哪裡都離那個 馬桶很近 對 那我要放那位置 那我就會把下面這個部分 稍微遮起來 這裡 對 稍微遮起來 不要讓它 這個透明透光的地方太低 嗯 窗開太低了 對 所以就直接把它就是 像 就木板 就是直接好像做了像 沒有窗戶みたい 對 那它床怎麼放 床目前變成說 我現在這個放的方式是 勉強找一個位置 這樣子放 床尾向窗 是不是也會影響到 那個女兒的健康 健康方面會受影響 一般來說 因為它是跟下腹部有關 所以跟腹殼方面會有影響 那第二個部分來說 有時候怕這個 因為它這邊風比較大 是 那麼就怕健康上面 會產生另外一方面 所以這下面這個窗 把它最好就遮起來 對 遮起來就好了嗎 對 對 女兒的兩個 她們兩個的身體都還好吧 大的比較沒有好問題 只是她實際上心理壓力很大 課業的 考試的意思嗎 對 緊張的睡不著覺 都吃不下飯 第二個就是本身 就有先天的過敏 過敏喔 它怎麼樣過敏 早上起來會打痕體 有鼻血 而且鼻血不是一兩滴的很多 每天嗎 不是 有時候一個禮拜一次 有時候一個月一兩次 有鼻血啊 然後它本身皮膚過敏 一些藥都不能夠亂用 但是有一個部分 觀眾朋友要注意喔 房間裡頭 擺放的時候 又會在避免皮膚啊 或什麼的問題 房間裡頭 實際是不可以放花瓶的 蛤 是不能放花瓶的 因為花瓶 魚缸都不能放在房間裡頭 為什麼 因為濕氣重啊 喔 這樣子爸爸至少放心了女兒的事情 對不對 可以讓他們睡得好 然後開開心心的 很注意啊 你就沒煩惱了 要煩惱啦 那現在來看他自己 這 好像已經遮起來了耶 老師 這有算的 可以看一下嗎 好 當我們的委託案 今天你看它稍微遮起來 可是外面還是看得到 它完全沒有遮 對 所以很明顯的 這個房子裡頭 所有的房間 剛好一一二三三間 形成一個十字穿心扇 穿到每一個房間 剛好能睡的三個房間 全部都這個出現穿心扇 所以他們龍規就是真的是要 算團購啦 對啊 我們睡啦 不用啦 七斤菜八卦 有沒有 你這個團購嗎 可以囉 你幫我們團購 七斤菜八卦 真的 不用啦 這間都有穿嗎 沒有沒有 它每一間都有穿 都要穿嗎 對啊 因為它不同房間 龍規呢 不是不是 那個七斤菜八卦 對 龍規是正宅用 我們常聽到很多觀眾朋友 你會聽到很多這個電視 怎麼在演的時候 左慶龍肉白虎 前豬卻後玄武 那所謂的玄武就是龍規 那是正宅的 但是穿心扇要用七斤菜八卦 所以三個房間都要掛就對了 對 另外還有什麼問題 當然這房間除了這個問題以外 你有沒有發現 它裡頭 哇 擺很多畫 對啊 這個客廳也有衣服 對 那時候也是穿購 老師頭上也有衣服 對對對 這個其實這擺盒 擺盒去擺年 擺盒的意思 擺盒 才福氣能夠和好 不過這個傳言沙影響到的 可能不是兩幅畫可以解決 因為一般來說 我們在居家環境裡頭 有兩種植物 比較常見 會發在室內 可是基本上來說 它是屬於偏硬的植物 首先第一個東西 叫做黃金葛 第二個叫萬年青 這一個嗎 對對對 就是這一本 這個怎麼會放在房間啊 對啊 就不是放廁所嗎 我們一直叫人家 黃金葛 放廁所 然後他上面要爬叮舞吧 對對對 首先第一個 應該這個講說 黃金葛萬年青 我剛才提到它比較偏硬的植物 所以古代呢 一般來說都會點珠沙啦 或者貼紅紙啦 點紅轉陽 那沒有發現外面在賣的時候 大部分他們都會綁上紅色的 斷帶 鈴鐺 那麼這個 才我們就是外面可能大家 要能夠接受 原因就是因為通常我剛才聊 它比較偏硬 第二個問題是 剛才都提到第二個問題啊 它是用水種對不對 不適合放臥室房間 那這個我們提到 這樣的一個這個風水的東西 來說說 放在房間 對於可能它的第一個 健康上會影響 第二個是我們提到就是 這個 其實他因為我想他這個是材味上 所以他本來想說 可不可以吹材啦 水為財 是你這個意思 是喔 是你 你放的還太太放的 我太太放的 他想要水為財這樣子 要吹個財 結果後來有反而造成他睡不好嗎 本來這個 反正來就是 住來這輩子睡不好 對啊 反而就是沒有吹到財 就吹別 吹到 他想要的是催眠 對 好好睡一覺嘛 好好睡 對啊 結果反而都沒有 所以他還有一點這個 噪音的狀況 對 會讓他更不安穩 對 所以就應該要綁紅線 對要綁上紅色的段 但因為我們提到 噪音就會產生一些影響 那這個會讓人家產生一些這個 感擾 唉唷 天大哥 你怎麼都 每一道三海鎮 這是批發 在什麼 批發 在 批發 他說批發 批發了啦 你怎麼不批發 你已經批發了是不是 這裡也有一個 這裡是在擋什麼 這裡外面 你要說是拿來擋什麼 不是說對你那塊肥肥 那個是什麼 小人探討還是官報 對 小人探討 對 對啊 這裡是我們的鐵粉 開心了對不對 住在像女生宿舍一樣 都被美女包圍 是一個性質的爸爸和老公 是啦 這個爸爸就很敬責 也對這個家庭很用心 只是說現在景氣症 有影響到 那沒有關係 這風水呢 我們剛剛看其實老師講的 你算問題不多的 對 所以還是可以 一一的把它劃起 所以你不用擔心 最重要是你自己的健康 對 一定要好好的管理好 對 要照顧好 好嗎 好 那這邊就祝福我們鐵蛋蛋 全家平安 謝謝你 謝謝你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謝謝大家 我們快樂